袁文在族就书折上一回 话说姜翠平被周黑塔追赶 幸好在一片树林之前 遇到了外号商国敲的冯世英 冯世英非常厉害 投生着一对兽国 经过一番的国族 就打死了周黑塔 两人相认之后 姜翠平和冯世英一边聊天 一边带马往回走 就来到战场那时 只见前面刀枪乱舞陈土腾空 但听到杀声不断 鼓声不停 究竟是什么回事 原来周黑塔追赶去追赶姜翠平的时候 宋军后阵杨金花就拍马移出 想说去追赶周黑塔 谁知道被敌将木天齐就摧马拦住了 杨排风 那样的情形 就想迎接姜翠平 又被那些木天锋拦住 于是乎 这四个人打了起身 莫氏兄弟 每人一口都 好像西夏都算是名将来的 根本没有把这两缘女将放在眼里 谁知打了二十几个回合 莫天风的大刀被杨排风的大军一打就打飞了 莫天风调转码头正说想走 还走得行 杨排风上去一滚就将他打死了 杨金花手中一口收容刀 和莫天齐杀得难分难解 莫天齐心里想 哎呀,想不到这个黄毛丫头这么厉害 这个时候,杨排风就哭了 哎,小姐啊,我将莫天风一棍打死了 你还打这么久干什么呢 杨金花一听,一调转一扁 就变了刀法,招招紧逼 莫天齐一听说,弟弟死了 不如都心神慌乱 姜最平和这个矮仔冯逼英 大家翻到野红关 姜最平就向穆元帅报告了军情 又将冯逝英的来历就讲了一篇 男女中将无不欢喜 姜最平就叫过冯逝英 和众人一一见过面 穆桂英就跟冯逝英就记了一大功 蛇太君好高兴啊 高兴得见颜不见眼 手拉着冯逼英就叫个杨文广 昭龙焦龙就说了 哎呀,你们,以后你们,兄弟啊 要亲近亲近点 逝英年几小 拿,文广焦龙啊 你两个做兄长的 要多多关心他才是 好了 长话短暑 穆桂英和蛇太君商议过后 就为金达森金达林 犯了喪使 就留下金瓶珠金瓶勇 带一部分的宋军 就镇守野鸿关 带对人马就准备起程 穆元帅就下令说 杨文广 昭龙 本帅命你二人 带兵一晚 为开路先锋 逢山开山 御水搭桥 到了饿牛宫 不见本帅到来 不准交锋 两个人得了令之后 就带兵直奔饿牛宫 一路之上 晓行耶稣 饥餐喝饮 过了好几日 这一日 有探子来报说 前面就是饿牛谷 杨文广损了很多吉利 正说要下令扎营 昭龙就说 喂喂喂 大哥啊 看来 你打算在这里 白白等着元帅的大队人马到来 杨文广就说 是啊 你是母帅的命令嘛 是啊 大哥啊 我们 我们如果闯入敌营 杀到他落花流水 我们拿下了饿牛谷 去迎接母帅进山 你说多好呢 而帝 未灵者 要问斩的 昭龙本来就兴致勃勃好高兴 一听到说问斩这两个字 脑袋就好像蒜头那样 倒了下来 这阵 这阵 布士兵来报都说 稳先锋 敌将前来土阵 说要遗守诸仗出马 说遗守诸仗如果贪生怕死 不敢上阵的话 他们就带兵杀进迎来 杀到我们青方晒的我 那杨文广听完这番话 吁呀 怒气冲天 他就说 嘘 敌将欺我一路马安身路 竟敢出此狂言 也罢 燕帝 你和我观阵 如兴出马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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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朝龙一听说 有仗打了 即时精神起来了 五两兄弟 全身披挂 上马提枪 咚咚咚咚 三声炮响 三千兵马就出 营梁队 赵龙一央求地说 大哥 不如你头一阵 给我打 不行 燕帝 还是宜兄 打你头一阵 不容易 杨文广 说着 就拍马冲上阵去 马提栋 对面大哭 宋章 站住 通明 再向前行 我叫你 叉下宋明 杨文广 勒马抬头一看 只见对面 捏圆敌张 同窥同甲 骑着一匹 炮花马 手中端着 三股叉 面色 似姜黄 短粗眉 蟹爪眼 酸头鼻 似子面 琴渠嘴 整副空想 杀气腾腾 杨文广用枪一点 就渴了声 说 你别这么猖狂 我乃是杨文广 事也 你快快通明上来 这一园敌张 仔细地打量了一下杨文广 心里被人想 听仪和 龙智广说 杨文广枪发出众 十分之厉害 今天一件 果然相貌非凡 我要省定一点才行 他想到这里 就大声地叫 我乃是西夏都督 石枪 和二王千岁 在这里镇守 杨文广 别看你们 一年拿了几冠 你要想拿下 恶牛谷 真是势比登天更难 你听我良言相劝 速速投降 如果不是的话 我要你 碎尸万段 也一拼 你幽以胡言 看枪 杨文广斗枪就刺过去 石枪 手端住三股叉 连亡招架 两人打了三十个回合 还未分出高低来来 到了四十个回合 就可以见到高低了 又打了五个回合 石枪 就顶不住 气喉气喘 寒流甲背 他知道 再打下去 那条命仔就冻过水的了 他扑转码头想逃走 杨文广飞马追上去 双手拿枪 扑一声 正正是刺了石枪的后心 那条人大叫声 哎呀 好难受啊 被人刺了一枪 当然是不好受的了 杨文广相被用力一搏 石枪就落马身亡 杨文广那支枪呢 就指着对阵大渴地说了 快去报备农志广志 叫他速来投降 如果不是的话 我自己闯进迎去 将你们斩进塞住 话音正话说完 只听到对面 砰砰砰 三声炮响 杨文广大马看 前面又冲出一队兵马 左右分开 当中飙出一匹战马 马上 骑着一圆战长 但只见 马跑如飞 杨沙尘 涂红尖马 踩其论 马上坐着一圆战 本是一米 女差群 大姐不过二十岁 小说不过十八春 柳叶眉毛 弯又细 一双横眼 又精神 严胆鼻子 樱涂口 口中肉牙 白如银 头带白鸟 朝讽规 斜插持鸡 零两斤 空前搭着 狐狸尾 兽花盔甲 穿在身 左夸腰弓 右大箭 收容大刀 守中轮 这一圆旅将 勒马端东 就喝了声 偷 宋将 你吃了红心 爆胆啊 你枪挑我西夏 都督食枪 你枪死他之后 我怎能够 和你善罢金幽啊 快快通明上来 嘻 我那是笑衰 杨文广事也 丫头通明上来 我那是快枪 不挑无名之鬼 女将一听杨文广 这三个字 心里变得害怕 不由得上下 仔细打量对方来 看完他 暗暗赞叹 说了 好一句 杨文广 真是天章下凡 他就说 我父皇 是西夏二皇千岁 龙智王 我是西夏二公主 龙菜花 各位 讲到这里的话 有必要交代一下 西夏王 龙智公 有三仔一女 大太宝 就叫做龙天宝 二太宝 就叫做龙天塔 三太宝 就叫做龙天坊 大公主 就叫做龙艳花 龙智公的弟弟 二皇龙智广 就只有一个女 就是这个龙菜花 所以 他就称自己是 二公主 西夏自从打落战表之后 和宋军交战 就连连败北 这个鹅牛谷 就地势显摇 如果雕塞了的话 八宝城 也都很难保得住 因此 龙智广 就调了重兵 做了名将 在这里把守住 他打算 在这个地方 和牧原岁 决一死战 想说用 险要的地势 使宋军 全军复活 龙智广听闻 探子品部 说一队宋军 来到这里 他就派都督石枪前 去讨阵 想说打宋军 一个措手不及 谁知 探子来报说 都督石枪 被宋将 挑死了 这阵 龙菜花 就讨令 上阵去 龙智广 左难右难 但是龙菜花 说什么 都要出马 为什么他非要上阵不可 原来有这样的原因 龙智广乃是酒色之徒 只因他贪花戾色 起身厌狗 就击死了龙菜花的 生身母亲 各位 你想想 龙菜花 敢来 会不记恨在心 再加上 龙智广只顾着自己尋观作乐 根本就没有将姑娘的终身大事放在心上 于是 龙菜花就更加怨恨龙智广了 当时是封建社会来的嘛 儿女的婚事都是由父母包饭的 龙菜花的母亲死了 父亲又不理他 怎么办呢 他心里便想 你没有外女之情 别怪我 没有尊负之意 你不管我 我自己管自己 他听说 宋仗之中 有个叫做杨文广的 武艺超群 上貌非凡 他想着 就要回一回他 真是好似人们所说那样 他就许禄终身大事 嫁给杨文广 龙菜花有了这个想法之后 越来越确定 这个主邢恨恨的 为什么 因为西限的 类类败北 连连选兵折将 他心里便想 本来 就不应该下战表 夺取宋室江山 你看 现在怎样呢 使这么多的兵杖 都没有了性命 龙菜花越想 就越怨恨龙至高龙至宝 自然 也越想 将自己的终身大事 许佩给杨文广 近这几日 拜下来的周克塔 的部下的兵将就说 金达林的女儿金平珠 就已经许佩给宋将杨文广了 他知道这个消息之后 就静静的哭了一场 心里被人想 这件事 只是传说而已 可能 可能是假的呢 好 等杨文广到来的时候 我一定要出马 回一回他 问问这件事 是真还是假的 那就这样 龙菜花就不听 龙智广的左轩 就出马上阵去 好了 我们呢 闲话少说 现在 龙菜花和杨文广 互通了姓名之后 杨文广一斗大枪 就要交战了 龙菜花连望就说 哎 慢着 杨将军且慢 我有话跟你说 杨文广收着枪就说 你有什么话 快点说 我听说 金达林的女儿金平珠 许佩给你 这件事是真还是假的 这件事当真不假 只因为金平珠 深明大意 气暗投明 献出高关 我们两个人 才结迷夫妇的 龙菜花一听这番话 啊 就好像当头一怕暗 头云眼花 心神芳热 杨文广看见他两眼 发了哭就不知道什么回事 就问了 龙菜花 龙菜花 你还有什么话说啊 龙菜花定了定神 随口就说 没有了 没有了 既然没有话说 看枪啊 杨文广拧枪就刺过去 龙菜花摆刀相迎 两人就杀起了 龙菜花一边打一边就说 杨文广 我今天一定要你知道 知道我的利害 你呀好多 实在是非比尘上 上下翻飞 好像闲电那样 真是寒光闲闲的 奪耳目 冷气深深的 令人惊 一时招架不住 肯定是丧命 杨文广呢 也都不甘示弱 他就说 龙菜花 我今天 也要试一下 我这一条枪的利害 这一条枪 上崩下渣 屡挑外滑 枪枪大风声 朝朝绝妙 学神 与众不同 你是招架不住 非死即伤 那双方的后阵 朸,强下姐 诿 山啊 震古 乃 山啊 纳刊声 就响成一片 龙菜花一心 想说 要战胜 杨文广 就变换招法 刀 刀 战 揮刀斜肩就斬过去,杨文广推枪隔开,紧接着一枪就刺过去,哇,这枪实在太快了,看都看不到,农翠花自己知道糟了,想说招架已经来不及了,只要连亡闪身,怎么闪得开啊,这枪正正刺着肋骨,农翠花大叫一声,杨文广向胡一收枪, 农翠花感觉很难忍,很疼痛,即时出了一身冷汗,杨文广就说了,农翠花,我今天要你一命,你快点回去,叫农志广出来写行书顺表,农翠花咬紧牙关,手捂着箱口吹马,就逃回了本队,宋军的后阵招龙吹马上来, 来到文广的面前,大声喝彩了,哎呀,真是好,真是好,真是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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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文广哥哥说,这两阵打得实在好,不如这样,我们撒上去,一举夺下恶牛谷吧, 杨文广说,一听闻,这个吹龙这样赞叹他,当头毛都松了,连城了两阵,心里变得好高兴, 但是觉得,这个时候,杀日的群,好像有点不太好,他就说了,刑帝,我们不好路望啊, 正在这阵,对面,砰砰砰,又是三声炮响,跑出一匹战马,马上坐着一个人, 杨文广一看,就认出这个是农志广,他心里想,如果捉住农志广,就可以拿下恶牛谷的了, 他想到这里,就对焦龙说,原帝,你先闪在一边,代如卿,将这个财王生擒捉, 杨文广说完,用枪一点农志广,就喝了声, 杨文广,你是不是农志广啊?农志广一看见杨文广, 哎呀,真是仇人相见,分外颜红,他大叫一声,杨文广, 你竟然知道本王何必多物呢?你唱乔本王手下多少的战像啊? 今日,你又将本王之旅挑上,本王怎么能放过你啊? 看刀!农志广,摆刀劈头就斩过来,杨文广就举刀相迎啊, 两个人就战了四十几个回合,农志广窥歪夹斜, 一刀慢过一刀,前合后岗,大意地说, 杨文广,本王不是你的对手,回头再见! 说完,掉转码头就拜下阵理,杨文广心里边想, 那,农志广已经摆在我的手上,我量他们也不会再有什么能人的了, 不如一举拿下恶牛谷算啊! 这个杨文广连胜了三阵,硬向好的地方想,偏偏就不向坏的地方打算, 啊!整个头脑发热,自作主张,回头高喊地说, 赵贤帝啊!替维卿下令,一阵那下,恶牛谷啦! 赵龙恨不得呢,是这样行事啦,他就大肯地说, 去!共三军啊!除销水一阵攻杀啦! 那宋军一万兵将呢,马上步下各举刀枪,冲啊!杀啊! 啊!就好像下山猛虎那样,紧紧跟随着杨文广招龙的杀向恶牛谷。 杨文广招龙,手拿着两条大枪开路,一挑一串,一打一片, 只杀得西夏的兵将,叫苦连天,铺头痛哭。 好了,闲话少说啦,杨文广带领一万兵马冲进了恶牛谷, 追向前追那时,咦?不见了敌兵了嘛, 也都不知道龙志广究竟逃走去了哪里。 杨文广招着马,向四藤围看下,不由得大叫一声, 哎呀,糟!燕帝,我们十有八九,是上当啦! 赵龙呢,就抹大双眼就说啦,哎呀,我们兄弟, 杀入山口,为何还说上当呢? 不是呢,燕帝,这个鹅牛山,黄金铃对武帅说过, 鹅牛谷,地势险耀,南北无路可走, 敌兵如果塞住了东西山口,晋山的兵将,狗死一生呀。 赵龙呢,还想问下去,杨文广就说啦, 哎呀,不要问啦,快点顺着沿路,杀回头啦。 杨文广大兵正说要往回杀, 只看见前面的兵将一层一层地塞住了山口啦。 各位,究竟杨文广、赵龙等人的性命又如何呢? 欲知后事如何,此听下回分解啦。